現在讓老師來自己試著收集教材一下 我先問一下老師 平常您收集 就是如果要整理您自己的教材 您都怎麼整理 如果是網頁 你一定會把那個網址就複製起來 或是一部分內容複製起來 收在你們家的秘密基地對不對 累不累 雖然我剛剛有分享過123的 但是他cALL很多嘛 好 第二個 你如果是你自己家的電腦 你可能假設是一般的office檔案 你是不是有好幾層目錄在做管理 也是抠來抠去的 重複檔案很多嘛 所以這樣就很累 如果是影片怎麼辦 比如說YouTube的影片 要複製標題 複製網址 如果你要更積極一點的 怕說網路不通 或者是狀況不好 你是會再把影片下載下來 對啊 你都不會累嗎 哈哈哈 所以我們現在讓老師 實際自己來怎麼樣 建置一個課程看看 好 那您看一下這裡 我們剛剛大家註冊的時候 是不是都在發現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講這是公開的嘛 那左手邊是不是還有兩個 一個叫群組 是一個叫課程 那這兩個呢 就是老師自己建置的 或是你有加入的 所以你看你有加入我們群組的 下次你就直接進到群組 就可以再回到我們這個課程裡面來 那我們現在要先有資料 所以您可以先進到課程裡面 你看我先進到課程 課程點一下 好 現在是完全都是空的 您就按一個建立 建立 那比如說我們這次 好 這樣我就直接建立 這樣就會有一個新的課程 有沒有進來的 好 那預設 您這邊 因為我現在是用訪客啦 所以它是公開的 可是其實預設的話 如果一般標準的 應該都是什麼 都是私人的 您可以按這邊 設定這裡 可以把它設為私人的 因為我現在 現在是訪客 我就沒辦法 但是沒關係 您可以看到 我們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好 課程裡面 剛剛 對對對 建立 好 我就按一下建立 這樣就有一個了 那 您進來之後呢 在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叫主題 至少要有一個主題 那您可以把主題當作是什麼 好 像我們在一般檔案總管 您是會建一個叫做目錄 主題就是目錄的概念 好 那因為這樣子 老師在看可能不太了解 所以我用我的給你看 好不好 您看 這一個 我切到這邊來 您看我的OneNote 好 這個是我的 比如說我 我以OneNote的這個教學 這個也是我建立的 你看有沒有註冊篇 這是一個目錄 所以主題就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學習篇 那教材是不是就放在那裡面 有點像分門別的那個概念 好 只是它只有一層而已 它只有一層 它沒有說我這一直在開下去 它就這一層 所以你看學習篇 貝克篇 這樣子一個一個 是不是進來了 好一個進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就是說您至少 最少最少要有一個主題 好 比如說 這個可能是 那個語言學習的 好一個 那我們可能還有 比如說 那個 科普教育的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他的 這個標題 好這個標題 那我先等老師一下 您先進到課程 建立 然後您看 要什麼樣的主題 都沒關係 好不好 我們先測試看看 老師現在已經同步建立好了 那麼 您如果想要改變不同的這個縮圖 就課程的圖片 您可以自己從這邊選 有沒有 也可以自己上傳 通常我都會設成我自己要的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跟他的重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加入您的教材 如果我有屬於語言學習類 還是科普的 我就按這個加 有沒有新增單元 也可以是YouTube的 你看點一下新增單元 有沒有 我們剛剛看過的類型都進來了 不管是測驗的還是什麼 你看 有影片的 有網頁 有沒有練習體跟問答體 這些也都有 甚至我們投票塗鴉 是不是都有 好 那我們來看 如果你今天有這個網頁 有這個網頁 假設 您要看看這個 輸入法 如果這一篇文章 您想要把它變成您的教材 參考資料一下 或是當做教材 請問您會怎麼做 第一件事情 標題要複製一下 對不對 123 再來 網址要複製一下 內容 有的比較鋼複製 他就 再複製一部分 請問老師 你累了嗎 那就這麼麻煩 你來家 你把網址複製一下有沒有 Ctrl加7 我回到這邊 現在是不是屬於網頁了 點它 你就按儲存 上面這裡不要改哦 不用先改 反正我慢儲存就好了 你就先確認好你的類型 好 確認好類型之後 我的網頁是來自這裡 有沒有看到網址 貼上去就好了 有沒有標題進來了 點一下有沒有上來了 內容有沒有不小心就出現了 還是老師你覺得這樣比較有成就感 因為慢慢來比較有成就感 簡單吧 所以這個教材好的 你看我就按下面這邊 有沒有儲存 按一下 是不是就進來了 你有需要的時候 按這個筆 再來編輯它 當然有時候標題 如果你覺得這樣 它內建的 反正它會自動抓網頁的標題 那 如果你覺得不滿意 你再修改也沒關係啊 這樣 OK 所以 第一個 就解決了 那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 影片的怎麼辦 不管你看哪一個 我隨便挑一個 這樣這個 也是會不丟網 好 假設這段影片 老師您需要 您會怎麼做 標題嗎 123 然後呢 網址 那如果 像這個 還有說明的 你是不是來再複製一下 然後 你不累嗎 這樣子 一樣 把網址 複製一下 Ctrl加7 我們來到這邊 現在這個類型 有沒有 新增一個單元 點一下 是不是影片 好 繼續 一樣的 網址把它貼進來 有沒有抓到了 重點是 連說明有沒有抓到了 有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請問 這段影片 老師每一段的影片 你都要從頭開始看嗎 有些並不需要對不對 有些可能太長 有些可能您要的就是中間一段而已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自己指定 播放的起細點 這樣他就自動從 好 比如說這段影片 我想要 同學看的是 那個 第18分 18秒到 47秒 左右 我就指定這樣 不是代表同學不能往前或往後 而是他在看 一進這個教材 就自動切到那裡 這樣老師就不用說 同學請大家快轉到哪裡 就是有人會轉不到嘛 你有了解嗎 這樣 你覺得有沒有簡單 然後呢 你看 單元縮圖有沒有自動抓到了 因為就是YouTube的 還是老師覺得說 我自己慢慢做 然後做個縮圖 這樣比較有成就感 老師有沒有發現 你整理教材 真的這樣快很多 如果影片當中 有三段 三段 那你可能要分成三個教材 對對對 他目前這個是只能 就是擷取其中一段 他沒有辦法說跳三段 但是老師你可以這樣 就是 比如說我這樣子包含那三段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是一種方式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可能中間那個差太多 那就可能要分成三個教材 就要分成 那另外一個 老師記不記得 我們剛剛有影片題 在裡面 時間到了 就跳出來 您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題目 打開 有沒有新增題目 請問XXX對不對 然後 一 二 二 三 有沒有 但是你要告訴人家哪一個是正結 好嗎 你可以是負選 你可以是單選 好 如果說 我這個 題目 可能是兩個 都是對的 那他兩個都答對才算 好 所以你要告訴他 這樣子 你就可以指定 啊 我影片到哪個時間 就會跳出來 所以你要增加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都沒有問題 譬如說在這邊 好 儲存 有沒有一個題目出來了 你再增加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啊 你 不了解 所以這個就是玩弄 他不一樣的地方 老師應該又發現 哎 好像真的跟我們傳統的方式 比起來不一樣 那 這裡 如果你覺得那個順序說 按著拖曳就好 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叫財 叫財 或者是啊 這個抱歉 這個是科普的 你就拉來下面 就變科普 有沒有覺得 跟 比較不一樣 有齁 那其實其他的 雷都是雷同 你看我們在增加單元 那這裡還有一個 跟YouTube有關的 剛剛是單一個對不對 啊 如果 老師有沒有看過那種 播放清單型的 有嗎 比如說像 像我這種 是不是就播放清單的 假設我裡面有 十一個 二十四個 你要加二十四次嗎 不要這樣啦 你也跳不起 所以 這個東西 假設這裡有十五個 你看我把它點進來 您就把播放清單把它 複製起來就好了 然後呢 你看我們回到這邊 有沒有新增 YouTube播放清單 按下去 你就把那個 清單網址給他 人家就全部幫你列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你自己挑啊 這段我要 哪一段不要 還是你覺得 十六個慢慢加 你比較成就感 有沒有發現 老師我們整理教材 速度是快很多 你自己 自己寫的 當然就比較慢 可是當你的教材是來自網 因為我們多少 一定會有網路上的教材 可是 用這種方式 是不是就快很多 那我透過這個方式 一樣的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加入 好吧 我們就加進來 有沒有全部一起進來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剛剛那些都有 那剛剛那些都有 當然題目就是 你要自己 針對他去做 所以你可以跟對每一個 點進去 你再去設定 這樣OK嗎 嗯 這樣就好了 呢 真的真的 所以您知道為什麼 我跟妳講說 用OneNote 整理起來方便很多 其實就像老師剛剛看到的 你看我在這裡 我在OneNote上 其實我的 課程 就是自己的課程 蠻多的 不見得只有上課 你才好 您有興趣的 你看嘗試題 我可以拿來 平常上課的時候 考考同學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 考二十四節氣啊 會不會 哎呀 那也可以啊 所以 您看我的課程 我也有訂閱別人的哦 也有自己建立的 有沒有 嘿 那等一下 我們再跟各位講 如果你 訂閱別人的 行不行 可以啊 別人整理好了 為什麼我不能訂閱 對 別人整理好的 也是我的資源 我就不用再這樣 一個一個加 好 這樣一個一個加 也可以 那我先讓老師 您先試看看 剛剛那個 好 把它先加進來 您可以試看看說 哎 網頁的 影片的 這是大家最常用到的 就是這兩種 待會我們再來看看說 哎 其他的 哦 其他的類型 包括你是Google文件的啊 還是這個 一般 Word檔案的 Office檔案的 我們怎麼把它加進來